所以有一点一定要确定 凡所显现的一切都是内心所显现的 它不是真实存在的 这一点人不切不断地强调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当作你的见地 要确定 这样而已 所有的痛苦也是我们内心所显现的 因为我们起的分别性 所以说当我们的五毒烦恼 我只一生起 轮回的痛苦就来了 当我们时时刻刻在立他的心态的时候 那就是五方佛的净土跟加持 所以我想被伤害也好 你都不能有一种失去立他的心态 所以做个菩萨是一个开垢者 开阔者 菩提萨多不是光对你自己 除了用菩提来净化你自己 你更要用佛法来净化整个世间 所以你要去突破万难 我个人 我个人到很希望各位有开发的精神 我们不是要去开发我有新的信徒 不是那个意思 是把佛法进入 还没有得到佛法滋润的 这些所谓的受苦的如母有情 一定要尽力 所以你不会说法 你就站在十字路口发传单 微笑亲切 给他一本书 在蔡奇亚门口 所以你用便当 你用钱都没关系 你用祝念 我很虔诚地帮你练阿弥陀佛 没有什么话找 没有什么悲心 让别人感受 当然慢慢的悲心强了 智慧也会开 你也会知道跟他说相应的 对峙他烦恼的法 因为你关心他 所以要随时保持在立他的精神里面 所以佛教里面强调了 各位经常看我讲了 五方佛也好 五色奇也好 讲的是地水火风空 这个身心的世界 那这些身心的世界 本来就是另外一体的 我们自己这个生命 也是地水火风跟意识 意识的本体是空性 地水火风的本体也是空性 那外在的世界也是如此 所以伦伯介说 这个经常去透过境界 当我们跟他有一点对立的时候 他是树 我忘了我跟树是一体的 他是山 我跟他是一体的 所以各位最好做一种禅修 就是主动地把自己的血液完全融入在外面 那个溪流 它会流到山下 流到大海 流到世界 我跟水合为一体 把我们的呼吸变风 把我们的身体变成这些树油形的 正是动物的饲料 把我们的温度变成太阳 所以把我们的心事跟所有友情合为一体 因为你我是一体的 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所以众生就像母子相遇一样 众生有一个有意识本体的 我跟他一样 原来你是我的母亲还是我是你的母亲 我们是一体的 要融入于众生 那这些 太好了 因为这些重点 各位 我会把今天或是这两天 讲的赶快弄成录音带给各位 就纯中文的 切切切切切切就好了 那各位就拿来 带在耳朵 录在你的手 不断地听 因为这些重点你抓到了以后 那 那其他的 再以这个重点去看经典 去做什么都方便 因为你知道 那但是各位一定要 一定要 心修 所谓 禅修就是不断 不断 不断 不断的 当然就像任墨切说 你干脆把三十七颂背下来 当然三十七颂 这一次又出了一本解释本 是吧 慈爱的实践 听说有拿到我们到场 没有你在这边请 当然各位也记得住印 是吧 多一点 当然你送给别人 最好是你已经在这上面实践了 这是个责任 我觉得像我自己送书给别人 我都看过一遍 我自己也愿意去做 做得好不好 另外一回事 我走 我这个方向我愿意去做 然后再把这个 就像我已经吃过觉得好吃的东西 再送给别人 会运出去给它 让人家了解 所以这里面讲的 一句话非常好 时时刻刻要齐请加持 升起出离心 就像各位念度母遗鬼 或者菩提道次赦颂 他都讲 要把这个 祈求三宝 加持你有空性 有出离心 有大悲心 安忍 你要不断地祈求 因为一离开出离心 就是痛苦 一染上什么 就是痛苦 特别我们出家人 身体 我想出家人 没有家庭 没有爱情 这些东西 他剩下一个身体 连身体都不行 都会觉得 他是时时会败坏的 要这样去 就像当然我现在跟人家说 身上有孕心在主 我要你关心的不是关心你自己痛不痛 而是关心那个可怜的冤亲在主 就像一个女基士 后来她在病痛 我问她 我们说 你身上有两个多太太 她马上跪在那边哭 我很感动 一般人是说 那我怎么 因为她不想要痛 她想到 是她那两个小孩 她居然都不知道 她还在受苦 一般人不太容易 一般人讲的是 我的身体不要痛苦 而不是她 所以你要很积极的 为对方那个苦 那是因为她的苦 而关心同样的 所有多太太的苦而尽力 所以诸佛菩萨 都是从菩提心而出生 所以如果我们内心不清净 造业 那就会受苦 获叶苦 获叶苦 迷惑必定造业 必定受苦 这不是光讲 所有众生都在被 这个迷惑 烦恼 所煎熬 所以真正的怨敌 那么 要去了解 所以那就是我们 自心里面的烦恼 众生的烦恼 这些伤害到自己 所以要有这个 出力心不要让自己 被它卡住了 就像你现在看报纸 你看到一个性感的 或是恐怖的镜头 你稍微多看两眼 想一下 它就会伤害到你了 所以现在你被侮辱了 被批评了 不顺你的意 你想要A 它想要B 你开始有点起心动 重点 你要小心 因为那个时候 当然我们人很容易 去批评对方 但是你要随顺因缘 因为对方的不好 不要干扰到你 对方的不好 只是我们的悲心 我们可以修安忍 还要感谢对方 你要用这个正念 而不能随顺 这个不好的心态 离开菩提心 就不可能 成佛 所以 重点我写了一句话 无论如何 每天都要找机会关修 而且变成20小时吧 就像我们这几天 不断地要上课 不断地要上课 打作业 就 让我们 连续这样的 七天非常好 那最好各位 每次给自己很多的事情来做修行 但是对方的苦 本体也是空性 只是他不知道 当然我们先帮助他 得到暂时的安乐 但是究竟的一定要告诉他 这个本体是虚幻的 但是如果你没办法证入 那就一心念佛 求往生净土 也必定可以了 因为有些人 我们佛教讲异行道 跟难行道 这个异行道就是 难行道就靠这辈子努力 就像刚刚仁波切讲的这些 你要自己去实修 这个叫难行道 但是对某些 喜欢的人 还是很有意义的 但是呢 我要强调的是 一听完这一课 所以师父 对不起 我要去闭关 好好修 那你又搞错方向 重点是 这些法你熏悉以后 站在汉中佛教时代 立他的行为完成 不是立他的心 而是行为中完成 这一点是我必须强调的 不然你就会把闭关当作修行 其他生活就是烦烦恼 是是非非 这是脱离主题的 所以 当然讲到这个地方 我为什么要 大家来产生 因为各位已经在立他的行为当中 正在实践了 这一点是我们的强项 非常好的 非常好 哪怕放生 严供 主念 关心老人 办法会 办道场 我们都真实在做 它是我们劝缺的 是这种心理戏论 所以要让内心离开这些无名妄想 你要看到真相 但是你要在事情里面去做 就像一个医生吧 我经常跟他们说 你做医生最好的观修是 你把你自己当作药师佛 你把众生当作你妈妈 这叫悲心 你把你自己当作药师佛叫菩提心 前进心 那没有一个病人 不是你的爸爸妈妈 大悲心 这个时候你就一心一意地医他 叫空性 所以显现了智慧 你会产生很好的 空性不是没有 是不分别 却很会医他 很维系地帮助他 显现的是智慧 所以菠萝菠萝一多 为什么 因为这样可以帮助对方离苦 讲起来简单 但是我发觉 有时候我在跟医生再见面 有没有这样做 忘了 所以有一个中医很厉害 他就把我送他的药师佛 贴在他在按摩里面 给他天天看 我每次去也是 加持那一张药师佛 因为他这个床上 要躺很多不一样的病人 然后希望药师佛不断地加持 但是如果能够透过医生 这样来做的话 医生会觉得说 做起来很轻松 你为你自己做事压力很大 你为众生做事做义工 做得很快乐 我们把自己的 我是佛陀的工人 没问题 我来把佛陀的功德 智慧来透过 不管做什么 布施给如母亲的 这个人或这一群人身上 就保持在这种状态 当然这个首要的条件 就是事物量行 就是说 你要有大悲心做根本 你有这个大悲心 然后对三宝 对上师有虔诚的信心 要这个点要有 然后你努力去做 这样就好了 没有高没有低 我有时候会发觉 大家比较盖住自己的力量 就是说不敢显现你的力量 因为 但是显现的是我的内念 个性 我和我不行 我不行 我不行 我行 我不行 那个都是一种习气 分别性 因为这里面没有 谁高谁低 谁行 谁不行 今天你挨一只狗 看到它流血的时候 你冲过去救它 那个就对了 因为那个叫子心 你不会分别太多 但是你看到一个人 有时候你会想太多 所以就把自己的这种 佛性的智慧力量 障碍住了 所以 当然我们必须去练习 不断地去 找机会去接触这一点 就像我们在医院 我又不是医生 但是 我对佛法有信心 医生不过是个助缘 医生也不会放弃病人 给他药 给他开刀 但是我代表的是 佛陀的力量 为这个病人 祈求佛陀对他的加持 这个时候 我们成为一个媒介 身口意 专心地来替他念个佛 念个咒 乃至对方 不是在跟 不喜欢替念佛持咒 你在安慰他的时候 也是这个力量 因为声音 随便你显现 但是这个心态 是如此 那个时候佛的力量 超过一切 你要有信心 这个世界